SGC 回來了 2015到聖誕快樂 新年快樂 咪哩咪咪 然後多謝一千個訂閱 我會認真做一個新年快樂的影片 或者加上一千以上的訂閱的影片 但我最緊張的是 就是做了我最近很滑味拍的影片 所以先做了那些 然後算一下2015就說了 行不行呢? 行的 那就快點講這套 拍屏啦 那今天講什麼呢? The 100 Foot Journey 導演是Lasse Hellstrom 然後監製是Steven Spielberg 和Opera Winfield 然後這套有哪鬼鬼呢? 就有Helen Maron Om Paris 和Manish Dayal 和Charlotte Labone 然後這套是小說改編的 那這套電影是說什麼呢? 這套電影是說一個家庭在Mumbai 然後去了法國的 然後他們100 foot 就是100尺 對面就是一間很有名的法國餐廳 那這家人呢 印度家人呢 其實在Mumbai的時候 都在做很棒的印度工作 去到法國他們說 我們都要法國發展一下 那就在這裡選了一間很漂亮的房子 就開始發展了 就很明顯 哇 這間這麼法國大名的 然後對面還有一間印度家 有什麼事呢? Helen Maron 就是做法國餐廳的那個 Manager Kilika 就很擔心 為什麼有一間印度家在對面 喂 會不會 搞我們啊? 那整套電影呢 就是講回 那些印度家庭 和法國餐廳的關係 就是了解他們的分別 即是Culturally Socially 野食方式 那些Kilika 那整套電影 那我覺得怎樣呢? Well 先前呢 我都要講一下 為什麼要看這套電影 其實第一 我的朋友就說 好好看的 你去看一下 了解一下 然後我之前如果看過呢 Lunchbox 那套 印度第一次做演套 那套 那套 是我覺得去年最好看的 印度戲 加上這麼說 這套 又說話吃 然後又有瑞典的導演 然後又有監製 和Spielberg 又有Over Winfield 還有 Helen Maron 又好像有印度 一個 Collaboration 那我就好奇 那我就去看 我都希望講一下 那些文化的東西 我都對印度這個文化 都有興趣 想了解他們 Lunchbox 其實我為什麼要看 都是想看印度人 是怎樣的 那看完了 那有什麼要說呢? 那這套電影其實呢 就是 有些事情是想做的 但是真的 deliver不到 其實它有很多事情做的 就要理解法國 印度 其實食物那方面 又要理解 人那方面 然後 他們兩個關係 又要方便 那其實這裡有很多事情做的 就是 你看到印度 和法國 煮食那些 然後他們兩個的人 他們的表情 對白 就是怎樣對人 那些事情 然後還有 家庭關係 上班關係 然後 最後就是 他們要 要面對對方 很多事情都做的 我覺得 這套電影呢 好是什麼呢? 這套電影 存在啦 其實這個故事 內容都幾個眼下的 但是 真的 虧了 就是 他真的做了太多事情 所以你不知道 終點在哪裡 就是Helen Marron 就在這個poster 中間 是不是主角呢? 但他不是真正的主角 因為真正的主角 有四個 就是Helen Marron 然後 印度主角 印度主角的老爸 還有一個法國女仔 這四位呢 就像是那裏爭的 我做主角 所以那個格 就是 我就是想要 那個人多一點 然後他多一點 然後就跳 之後去這裏 然後就裏 然後又重複 所以我就不太明白 導演和這些人 是想做什麼的呢 所以我是想了解 如果你是想轉個 焦點 那麽OK 但他轉來轉回 然後 那我就是想怎樣呢? 其實這裏煮食有些東西是不可以用腦想的 因為印度男主角煮食的技巧是天才的技巧 所以普通人是了解不到 他又不會幫助解釋為何他是那麼聰明 然後為何會有意義 他就是這樣說就對了 所以你就要不用腦 加上還用食物 食物一開始就很多 法國餐廳就了解他 這樣做那做那做那做 然後就像Chef那一套 食物一模一樣 食物就無緣無你了 我覺得就虧了 他又不是平衡也好 他有很多食物在前面 然後這套戲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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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Lunch Box我不是很享受 他又有平衡 重點又有食物 所以這套戲的重點是去了哪裏 我真的不是太私了 其實說多一點都沒有太多說了 因為演技就不會說好正好正 因為人們都是新的 只有Helen Maron 是Hollywood的演員 我都不看多她的東西 但是Red 和Red 2 她的格格好看很多 這套都差不多那個格 但是她的配角就真是 吸不到她的演技 我可以這麼說 所以就說完這套東西了 如果你看這套The 100 Foot Journey 記得下面告訴你一個一點 然後我盡快回答你 就說完這套The 100 Foot Journey Jogg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